第82集火焰山的余波 上一集大明的太阳落山了 那么大明的太阳到底是怎么落山的呢 根源在于满清吗 绝对不是 西游记这本书的主旨就是 去西天举邪经和反对去西天举邪经 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 不论是蒙古还是女真 在西游记作者眼里都是蛮夷之辈 不足一提 大明之王完全是亡于国内 我们就西游记来说 就是亡于取来西天的邪经 甚至我们再具体点 大明亡于两个人 先是于谦后是王阳明 我们注意一下 上一集作者提到 孙悟空和牛魔王的战斗 什么时间开始的 什么时间结束的 开始时间就是明英宗大战孙太后 那时候于谦最当权 他不但把皇帝绑架了送给蒙古人 而且还把蒙古人引入中原 孙悟空战斗结束时间就是正德年间 正德皇帝之后 大明朝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而这个之后 王阳明新学就起来了 当王阳明进太庙之后 六十年 大明亡国了 所以我们看看啊 这一前一后两个人 一文一武两方面 都是在大明朝内部 直接导致大明亡国 我们怎么形容这个世界呢 我们就说一个比较流行的语言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 那几个手抓啊 对吧 咱们不说现代啊 就说大明朝 物质文明是看得见的 于谦绑架皇帝 勾结蛮族 这都是看得见的 这就是物质方面 精神文明我们看不见 但是却实打实的存在 这就是思想领域 这就是王阳明的新学 我们看看啊 西天集团是非常看重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两个方面的 这就是世界的一阴一阳啊 这就是道 只不过呢 西天集团给大明了一个邪道 而不是正道 邪道上的领路人 一个是于谦 一个是王阳明 那么当大明朝 在1644年灭亡之后 到现在 2023年 有快400年了吧 宋朝什么时候亡的 1279年 明朝距离宋朝灭亡 365年 现在距离明朝灭亡 已经有了379年 当于谦 以一个官员的地位 把持住国家大权 架空了皇帝之后 明朝就埋下了 灭亡的种子 当王阳明进太庙60年后 明朝就灭亡了 这两人 经过几百年之后 就在现在啊 历史又开始轮回起来 我记得啊 好像有那么一本书 书里说 明朝的于谦 尽管那么伟大 但是都不能算第一圣人 毕竟啊 于谦距离王国比较远 第一圣人 必然是王阳明 因为啊 王阳明进太庙60年 大明朝就亡国了 那么我们看看 王阳明和于谦 在几百年后 再次又被捧为了圣人 那么我们还能觉得 西天神仙集团不存在吗 你真觉得 这一切都是随机事件 都是纯个人行为吗 如果这一切都是纯个人行为 我怎么没有见到那么多 歌颂为国牺牲的烈士的书籍和文章 火遍全中国呢 那么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集啊 我就闲谈一下 火焰山的渔波 是怎么一直烧到现在的 当年西天集团的 坡在大明朝这座熊熊燃烧的 火焰山上的那一场大雨 现在依然还在下着 我们这一次啊 从一个具体的人物开始分析 这个人就是九头虫李志 王阳明死后进太庙 代表他的心学 开始肆无忌惮地在神州大地蔓延 要蔓延就得有人推广 有人推广就一定有个代表性人物 这个人就是李志 我们看看当年李志是怎么表现的 他先是住寺庙 我们注意啊 这里啊 我们要提炼出个人行为背后的核心要素 而不是看他外在 住在寺庙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呢 就是西天集团手下佛教这一支在捧他 然后公布上书 亲自接他写书 这是当时被西天集团控制的大明朝廷在捧他 然后历史学家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 这是文化界在捧他 然后文坛句子陪他住三个月 这是娱乐圈在捧他 最后意大利传教士找他 这是西天集团的天主教这一支在捧他 这就让李志一下成为了大明人 也就是大红人 我们看看啊 就这个操作 如果我们把李志的名字 替换成现在还活在世界上的某个人 比如谁谁谁 你看这个套路是不是都不用改 拿来就用 完全一模一样啊 那个张三李四怎么红的 不就是这同样的套路吗 还有啊 当时全国各个城市都请李志去讲学 那都是要花钱的 是不是官府啊 地方富豪啊 钱多的没地方扔了 你觉得可能吗 这就是在西天集团统一安排下 造势 声势一成 你就看啊 连山沟里的农民 还有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小媳妇大姑娘 都受不了这种诱惑 都跑到李志身边 听他念黑经 我们看出来了吗 我为什么一直说历史照见现实 因为啊 你只要把李志这个名字 替换成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 一个人 一些人 你就会发现 我这个视频 可以一次不改的发出来 而且说的绝对就是那个人 这代表了什么呀 这代表了导演拿着同一个剧本 连台词都几乎不用改 直接就换个演员继续上演 所以 为什么有人啊 一句 大公鸡你太美 就火遍全中国 为什么呢 不信你去说一句 老母鸡你太美 你看你能火吗 你肯定火不了 因为你不是西天集团选中的马仔 大家看明白套路了吧 几百年 剧本一点都没换 换的不过就是台上的演员而已 只不过之前呢 我们没有读懂西游记 不知道世界真相 我们不知道有西天集团的存在 现在我们知道了 那么马上就可以看清楚他们的套路 这个李治死后啊 我们注意一下 有一个叫做汪可兽的人 为他树碑力转 那么这个汪可兽又是什么人呢 他可不是民间人士 他是大明朝高官 最后啊 他又跑去山西大同当巡抚去了 看见没有 于谦的脚步再次出现 大家知道山西晋商吗 当年满清入关 之前一直是山西八大晋商 给满清输送物资 八大晋商在哪啊 显然就在山西啊 那就是于谦战斗过的地方 也是汪可兽战斗过的地方 而这个人是和李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啊 汉谦都不是淡打独斗 他们是一伙的 一伙的 大家明白了吗 吴氏说的那句话 我们是一伙的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还有啊 再说个奇怪的地方 这个汪可兽 还被浦松林写进了辽斋 我们知道辽斋里面 都是写神神鬼鬼的 浦松林时代 距离汪可兽可是不远 他写到 汪可兽有三辈子 第一辈子是秀才 第二辈子是罗子 第三辈子是大同巡抚 辽斋虽然是一本鬼怪小说 但是西游一样是神神鬼鬼的 那么辽斋里面 直接点名说汪可兽是三辈子 这不就是九转还婚单吗 大家明白了吧 就是这种人一出来 就是带着任务的 因为他上辈子 就是为西天集团服务的马仔 因为他做得好 所以西天集团赏赐他长生 等他这个身体老了 就把他灵魂取出来 放进另一个身体 有时候就是直接夺赦 这就是倒作观音啊 直接将这个人的灵魂 投入一个成年人的身体 有时候呢 事情不是那么紧急 就可以将这个灵魂 投入胎儿体内 让他看起来很正常的生长 我们再看看王阳明 不知道是野史还是正史 记载他的母亲 怀他14个月才生出来 所以呢 这个事儿 大家自己就要考虑一下 我也不能说 他就是狐狸精投胎 这个我也没证据 不过呢 大家直接看看他的画像 你看他像什么 现在啊 王阳明和李治都死了 大明朝也亡国了 西游记的作者 在康熙年间完成了西游记 这个作者是一位神仙 他将真正的明朝历史 包括天上和人间的所有核心战斗 写在了这本书中 而西天集团 通过满清三百年文字域 大量删除和篡改历史 当然对于西游记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 但是神仙作品 凡人是毁灭不了的 大家能理解吧 就是西游记 其实是直接写在人心里的 满清不管怎么禁止 都是无法灭绝的 所以啊 他们只能在三百年时间里 给西游记这本书 加上无数把锁 比如啊 说这本书 元朝就有了 还有啊 一直给弄到唐朝 反正你说的是唐朝和政取卿 那我在唐朝就给你找个随便杀人 然后啊 在他的文字里面 加上一句话 我今天看了西游记这部电影 非常开心 建议大家都去影院观看 不要舍不得那几个同情哦 有了这么一句话 几百年后的人们一看 哦 原来唐朝就有人看过西游记了 那这本书不可能写明朝历史啊 满清的套路大概就是如此了 但是到了民国 因为满清已经走到了末日 民国到了神州的最低谷 阴急就有阳升 神州要触敌反弹了 这时候 西天集团年盲弄来了一堆大师傅 比如胡博士 他说这个西游记就是个小孩玩意儿 神神贵贵的 鲁师傅马上表示 胡博士你好 虽然别的方面我一直骂你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咱们看法完全一致 西游记就是个神话小说啊 别的任何含义都没有啊 两大泰山北斗 不但将西游记的作者盖章为吴承恩 他们还否认西游记有任何研究价值 这就是个神话小说而已 你们谁要是研究出这里 蕴藏着明朝历史 你们就是傻瓜 因为我们两个大师傅都钉死了棺材板 你们敢推开不成 于是啊 大师傅们一通操作 西游记继续蒙成百年 我们想一下 当年民国啥情况 大家看过城南旧市这本小说吗 这是一本几乎算是 即时性的自传题小说 这本小说啊 写得非常美好 我喜欢看 当然啊 不瞒大家 我没看过原著 我只看过电影 不对 好像我看过原著 我买了一本 应该是看过 电影里说了啊 这个女孩 她爸爸是老师 家庭算中上 她没说她爸爸收入多少 但是她说了 她家保姆 月薪 三个大洋 这三个大洋啊 保姆都不敢用 她吃住在女孩家 这三个大洋 是留给保姆家里的男人 孩子用的 保姆 一个月 三个大洋 那么我们知道 胡博士 鲁师傅 一个月赚多少钱吗 鲁师傅 一个月固定就两百多大洋 那是民国政府给的 固定估资 不算外快搞费 算上这些 我保守的说 三百大洋最少了 也就是一个鲁师傅 是一百个保姆的收入 历史照见现实 我们以现在的收入来举例啊 假设最低工资是两千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乘以一百 就是二十万 月薪二十万还不用上税 那么让他说一句 吴承恩是西优记的作者 难道他不愿意吗 换了我 给我这个待遇 别说吴承恩了 就是让我说 孔子是西优记的作者 我也没准毫不犹豫的答应啊 现在大家理解了 西天集团的具体操作手段了吗 如果还不理解 那我继续啊 来举个更有趣的例子 闲聊嘛 就不由的聊起女人 明朝除了那些皇帝 还有一堆名记呢 这个大家感兴趣吗 感兴趣我就聊聊啊 比如秦怀八雁 顾恒波呀 叩白门啊 马香兰啊 咱们今天聊的是柳如氏 这个人很有趣 因为他嫁给的那个男人啊 为后代留下了无数谈资 这个男人 就是明末清初著名文人 也是明朝东陵党官员 也是清朝官员 钱千亿 而他正是理智的学生 就是说他信奉理智那一套 看看历史就是这么脉络清晰 钱千亿 在清军破城前 说要以死殉国 结果真的清朝大军来了 他拉着媳妇柳如氏 跳水 结果他说 水太凉 不跳了 等什么时候啊 这河水里面安个加热器 还得是电暖的 不能烧没 那时候我再跳 河就不跳了啊 清军入城 要所有人剃发 有骨气的人宁可死 也不剃发 结果钱千亿突然说 哎呦喂 天气好热啊 头皮发痒 咱们出去理发吧 于是他就跑出去 把头给剃了 从此啊 水太凉 头皮啊 就成了钱千亿的代号 然后呢 他跑去清朝当官 结果当不了多久 就被赶走了 然后呢 他又去联系各处的反清义军 柳如氏是风里雨里陪着他 故事啊 就是这么个故事 然而呢 当我们带入西游世界 以一个存在西天集团的视角 再看这个故事 就完全不一样了 钱千亿这么一个名人 到处联络反清义军 那时候清军刚入关 全国都不安定 清朝的皇帝 就放任他四下联系 这可能吗 他真正的身份 一定是卧底啊 以他明朝大儒的身份 联系当时遍布全国的义军 然后再将消息 传递给清庭 这才合乎逻辑 否则我们想一下 他连跳河都不敢 连头 这个头发的都不敢留 他敢做造反的买卖吗 如果他有这个胆量 他早跳河了 所以什么联系一军 那都是瞎扯蛋呢 他就是一个 明着的清朝卧底 被清朝罢官 那就是苦肉计啊 而柳如氏是什么人呢 那就是一个监视钱千亿的眼线 我们看历史啊 是柳如氏主动女扮男装找上的钱千亿 是他主动上门的 还有啊 钱千亿被清朝关在监狱 是柳如氏给他弄出来的 这情节我熟悉啊 民国时候就有这么一出 和鲁师傅好像有关系 而且柳如氏 他字号迷雾君 这就是一团迷雾啊 还有他原来姓杨 现在姓柳 杨柳青青 怎么又有个青字出来了 大家注意一下啊 神仙集团 是不能亲自下凡来到人间的 人间的战争 还是人在参与 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九转灵魂 来控制关键节点 这帮人 有好几辈子的人生经验 所以他们在人间 有着丰富的作战手段 像安插个间谍什么的 都是小意思 必须的应有之意 钱千亿死在八十多 紧跟着柳如氏就死了 他们俩差着好几十岁呢 这极大可能是上面灭口了 钱千亿完成了使命 柳如氏的利用价值也完了 所以死人才能保密 这件事到此就完了吗 根本没有 时隔多年 时间来到新中国 就在全国人民热火朝天建设祖国的时候 也就是六十年代 有个陈教授 他太出名了 出名了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他当时眼神都不好了 说好像瞎了一只眼还什么的 就这样 人家硬是给柳如氏写了一本传记 这本书将柳如氏写成民族魂魄 钱千亿那也是爱国志士 私下联系异军呢 在他笔下 侠气 财气 骨气 在柳如氏身上 三者合一 那是自由女性的代表 我们一定要注意时间啊 这可是新中国六十年代 当时全国人民在干嘛 陈大教授在干嘛 对比一下看啊 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将汉奸卧底 都洗白成民族英雄 好 这个时候 如果你们说我没有证据 证明他们是汉奸卧底 那么陈大教授又有什么证据 证明他们是民族英雄呢 这不是一回事吗 而我的证据是逻辑推导 就如我看西游记一样 我有神仙存在的证据吗 根本没有 但是我从文字中推导出一切 对于柳如氏和钱千亿 我也是从他们的具体事情中 推导出这一切 一个自杀显水凉的人 一个当了清朝官员的人 晚年不辞辛苦 到处联系反清益军 这话说出来你信吗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陈大教授信了 他不但信了 他还写出来一本书 再来个盖章定论 那么关于柳如氏 除了这本书 是非常正式的出版物 你还能从哪里找到柳如氏的资料呢 那还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六贼呀 然后呢六贼 后面的六贼再为六贼造势 这个陈大教授 我估计很多人连他名字 怎么念都不清楚 然而却在前几天 突然一阵风的似的就吹他 那就是民国大师傅了 那就是起码是文史专业的大拿了 这就是后面的六贼 给前面的六贼不断刷金身 他们是一伙的 大家明白了吧 什么叫一伙的 实施都存在呀 话说回来 难道这事到了民国大师傅就完了吗 那怎么可能呢 历史一直在循环 一直在重复 你凭什么认为 西天集团使用熟练的套路 现在就放弃了呢 柳如氏配前千亿 是女配男 然后呢 大家想一下 我们熟悉的历史人物 是不是比较出名的人身边 都有个默默支持他的女性啊 比如宣德的皇帝 他有个孙皇后 弘治皇帝 有个张皇后 民国时候 最著名的 那我就不用说了吧 大家可以说不用脑子想都知道 就是说啊 七天集团 有几个非常熟练的套路 女配男是其一 还有一个 就是不断给他们要塑造的人物和思想 刷金身 如果年龄稍微大点的人 比如说四五十的 我们年轻时候啊 没怎么听过王阳明 也不知道新学 而现在呢 轻易不如年轻人成长起来了 于是恰到好处 就有个书 这本书恰到好处 在多方推波助澜之下 就红遍全国 然后这本书里面呢 明朝的第一圣人就是王阳明 第二圣人才轮得到于谦 是不是 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啊 再说一句啊 之前我提到 于谦 十几代孙 都能找到祖宗埋在山里的遗产 这简直就是人间神迹啊 然而就这么发生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西天集团手里 有一个丰富 而且完整的人事记录本 上面记着张三里四呢 到时候啊 人家直接挑家族后人 稍微加以培养 那就起来了 继续祖先试验 于谦 当时并肩作战的战友 好像有个叫石亨的吧 我对历史不熟悉啊 只记得大概姓石 于谦的战友 想必也应该被记录一笔吧 那么他的后人呢 是不是也值得培养一番呢 所以啊 历史照见现实啊 怎么照见呢 大家只要真的看懂西游记 那么再抬头看看四周 真的就没有什么能糊弄你了 为什么有人能迅速报复 比如我吧 九十年代 我还当小学老师呢 然后十几年之后 我突然就富可敌国了 你们说是我的本事吗 只可惜啊 那只是我的白日梦 我依然还是个穷人 只是做了个梦而已 今天这一集呢 是纯属闲聊 到此为止吧 下一集呢 我还没想好讲哪个故事 等我晚上看看原文 找一个看得最明白的故事讲 这一集就到这里 再见 还没想好吗 我还没想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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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来看看